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心裏柔和謙卑 你們當負我的握 學我的樣色 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我的握是容易的 我的單子是輕散的 好 那我們將以下時間 交給我們老朋友許傳道 大家好 講到老朋友的確是老朋友了 很多年了 我查過 剛才找Pastor Ken 幫我查一下 過去我在港道講過什麼 原來我的錄像是 13年已經開始了 所以挺長遠 老朋友不是經常見面吧 其實老朋友不用見面 經常見面 偶爾見面就非常好 我來之前 在一個月前 真的約我的老朋友 來見面 那個老朋友 是可以說 那麽多朋友 那麽多朋友 唯一我可以跟他談心事 因為我們兩個的丈夫 都是頗有名氣的人 不可以在外人 就是別人去講 丈夫的不是 那麽 那麽我們兩個 就彼此都明白 對方的感受 所以我們就會 偶爾約一下吃飯 那麽大概一年 就兩三次 那麽 那麽 聊到十點鐘 有什麽多事情 聊呢 嘩 什麽都聊 那麽時候 那麽這個姐妹 突然間就聊了一件事 很有趣 她說 我的名字很有趣 我說是嗎 她說是呀 我三姐妹 三姐妹的名字 很有趣 跟性格很合 她說 我大姐姐的名字 中間的字就是多 什麽多什麽 那麽 所以她就很喜歡 那樣東西都多的 所以是買東西 直接好像購物狂 就買 喜歡買東西 那麽 那麽跟多的字很有關係 她說 我現在的第二個字 名字的第二個字 就是尾 它什麽都要靚的 要買的東西 甚至碗碟 都要靚的東西 她才要用 衣著要靚的 什麽都要靚的 很有趣 我的名字 中間的字 就有個加字 即是加多一點點的加字 我什麽都加一些 為什麽提到名字 是因爲我跟她 談開一些東西的時候 她就會給我一個 counter proposal 就是 或者什麽什麽 那加些什麽什麽 那麽可能會好些呢 那可能她知道 一這樣說的時候 其實 當你有 counter proposal 的時候 即是你表示 告訴那個人 你那個不是最好的 我的方法才是最好的 她可能是 知道這一點 所以她突然間 就提到名字的問題了 所以可能是想 蓋錦那些 就是想讓我去感受到 沒有那麽被 reject 是因爲她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那我就加的 我什麽都加的 講開煮什麽 給老公吃 她又說 這樣你會加些什麽 會好些呢 所以我的加字 又是跟我的性格 很有關係的 我說 是呀 你加是有創意的 我不好意思說她 是吧 你給她 counter proposal 只是說我不行 是吧 不是你很有創意 是呀 我很有創意的 從你提出來的 我就加一些東西 就有創意了 那她這樣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那其實 想想想 是呀 名字 對我們影響都很大 因爲我們 與生俱來的名字 就跟我們一起 一出生父母 就幫我們改名字 你想想想 我們一名 是很多時候 是帶有些什麽的意思呢 就是可能是 爸爸媽媽的期望 譬如好像 最不好的一些 就是帶弟 是吧 好 好少少 就把弟弟 那個弟字 加個女人 女字邊 就帶體 其實是想帶個弟弟來 就是 你沒有用的 你是女兒來的 我要個兒子 價值不在這裏 她期望 父母的期望 是想要個兒子 有些 好一點的期望 就是可能叫做 家動 國家的動娘 這些 家榮 希望你是我們家的榮耀 或者是國家的榮耀 這些是一個期望 但有時候 名字可能是 父母對你的祝福 例如有些 比較普遍的 叫做大福 我真的懂得有個叫做 林大福 就是大字邊有福 就是 父母 沒有什麼學過 沒有什麼學識 然後 然後就 很想她很多福分 很多福氣 對她來說 是一個祝福的 那我的侄女 就叫做樂行 就是她爸爸媽媽 就想她 永恆地快樂 叫樂行 是一個祝福來的 但有時候 父母起名 有可能有一些 不經意的起名 嘩 你一出生 那 聽聞 我聽 上一代再上一代 就說 如果改那些 比較 就是 隨便改的名字 豬狗的名字 就會養得大多些 容易些 有些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的想法 那所以呢 就有些叫做阿牛 是吧 有些叫做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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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 解決不了的 有些時候 甚至 那個名字 是塑造我們個性 都不定 就是因為我們成長 裡面 經常揹著這個名字 我們要達成父母的期望 就要捨去自己 去承受壓力 有些時候 是要承受這個名字 對我們所塑造的性格 在舊約有一個人物 今天我想和你分享三個人物 看看名字對他們的影響是怎樣 舊約有一個人物 其實我2013年和大家分享過他一些事件 就是雅各 雅各很經典的 他一出生 就揹著阿哥的腳 是吧 好像是搶著出來 那樣 那這個父母呢 改他的名字就很不經意 哇 好可愛 揹著阿哥的腳 差來出生 好 就叫做揹著 那一個不經意地去改名字 究竟是怎樣 我們看到 雅各日後的事跡 他真的是揹著的 他為什麼要揹著這麼多東西呢 我猜 我在想 揹著一個這樣的名字的一個小孩 他成長是怎樣 人人都叫他揹著 有些可能說笑 你揹著什麼 甚至可能一些同輩 就是跟他同年紀 揹著揹著 揹不到 揹不到 都可以這樣來笑他 所以他這個名字 對他來說 是一個包袱 所以他也受著這個名字 來控制他 在創世紀25章 說到他出生之後 是說到他是要 拿這個獎子名分 揹著這個獎子名分 所以這個機會一到的時候 他就來了 阿哥口渴 我剛有紅豆湯 來來來來 換吧 拿獎子名分來換吧 他真的要拿到的 接著呢 在創世紀27章 媽媽又幫他 接著就騙了獎子的祝福 扮成了毛 然後扮摸 當時以撒 眼睛都扮摸摸 原來這個是以素來的 因為以素有很多毛 他就給了獎子的祝福 他又揹著獎子的祝福 他又揹著獎子的祝福 接著走爛了 去到舅舅那裡 他又是要揹著他要得到的東西 要娶老婆 第一個做了七年 不對 再要揹第二個 又是做了七年 所以創世紀28章 到30章裡面 是講到雅國 雅國他仍然都是揹著一些東西 這個揹著的意思是代表什麼呢 其實代表著是他自己本身 在出生的時候 已經不是一個成功的人 我輸了 我輸了那幾秒 我出辭了幾秒至一分鐘 我就是輸了 我就沒有了我想要的祝福 我輸 我挫敗 所以這個輸和挫敗 是跟著他 一輩子的 到他回到鄉下的時候 想回去的時候 他一樣 是想要自己安排得好 他不想成為一個輸家 所以你如果去看 《創世紀32章》 你真的可以很仔細去看 他安排回去的隊伍 就先猜渤人去 然後跟著就 跟渤人說 你一定要稱我們自己是渤人 我哥哥才是主人 我們先認低威先 很害怕哥哥會殺他 然後跟著呢 就分隊 薄人 牛羊 先走 家人 然後第二隊 慢慢走 然後自己呢 最後那個 在前面殺死了 都剩下我 最後一個還可以 那他還沒過河 那在這個時候 你看一下 一個這樣的人生 會不會開心 會不會快樂 他一直活在一個 他挫敗 他輸了的 那種陰影下 他不開心的 他一直要爭取 很努力 很努力地 為自己想要的東西去爭取 所以這個包袱呢 在這裏 可能神都已經跟他說 夠了 夠了 不要再自己這樣背這個包袱了 所以當他在雅伯道口的時候 他就 有個神的使者來跟他摔膠 他這個時候都不放鬆的 跟他摔膠的時候 然後不肯贏 不肯輸 一定要贏 那我在這裏想 沒有理由 神的使者 天使怎麼會輸的 就是 動一動手指 你已經有什麼冬瓜豆腐的了 那不是 真的被他 咬不贏 然後這個神的使者 跟他怎麼說呢 你叫什麼名 很可愛 我去看這段經文的時候 答真的 很奇怪 不知道他的名字嗎 如果神來的 怎麼會不知道他的名字呢 當他這樣提醒的時候 叫他反省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做雅各 雅各 雅各 就是你一生背的包袱 就是你一生要揮著 揮著 背後的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你挫敗 所以你今天跟我摔膠 你都不想輸 你都要努力地 要贏 你叫雅各 你叫雅各 自此以後 不要再叫雅各 叫做什麼 以色列 神要在這個時候 重新來 就是你不要再在 以前的包袱裡面 來生活了 不要再在一個困局來生活了 不停不停地來掙扎 為了那種陰影 就是那種 輸的陰影 那種 就是挫敗的陰影 今天 你叫做以色列 以色列的意思是什麼 是 與神一同統治 是Ruling with God 你這樣多好 是不是 不是輸的 是跟神一起統治 而是從祂開始 有一個很大的民族 這個民族是由祂來 祂歌都比祂不上 甚至要祂這樣 你今天放下你的包袱的時候 你叫做以色列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統治整個的民族 民族由你而開始 而是我和你一起去統治 你就叫這個名 贏了 是不是 贏過其他人 贏不了神 不過贏過其他人 是神和祂一起去統治的 這個是神給祂一個的醫治 所以 凡是有 凡是有 挫敗 凡是有 失望 凡是覺得自己 輸的人 仍然背著你包袱的人 你記得那段經文 馬提福音 神跟我說 煩勞苦 擔重擔的人 來到我這裏 我要叫你們 得安息 甚至要我們這樣的 或者你說 我不是 有錯牌 我甚至 錯牌 輸都沒有 I'm nobody 我也不知道我是誰 我也看過一些個案 是這樣的 我也不知道我是誰 特別在那個 叫做 大體 這些女士的身上 我是誰 我家可有可無 我也不知道是怎樣 但我告訴你 聖經有一個人物 都是這樣的 但這個人 你一定認識 就是薩姆爾 薩姆爾怎麼出生的 是他媽媽沒得生的時候 是被周圍的人笑的 因為以前那個文化裡面 母后裔好像是不得神祝福的一個 記號來的 所以他來到聖殿去祈禱 神啊你給我兒子 你給我祈禱 然後神聽 哈娜 是薩姆爾的媽媽祈禱 又給他 又薩姆爾 但是你想想這個小朋友 怎麼成長 當他出生之後 他媽媽為了要還一個願 就是因為神給他小朋友 他除了叫他薩姆爾 薩姆爾的意思之外 是神誰聽的意思 薩姆爾除了叫他這個名字之外 他還將他放在聖殿裡面 跟一個年紀老邁的以利 去生活 怎麼會照顧他 是吧 我們做媽媽的 照顧小朋友 我們恨不得他不要動親 不要餓親 很多要照顧好周全 但是這個薩姆爾就在聖殿裡面 跟一個老人家一起生活 還有這個老人家有兩個不肖子 我在想像著薩姆爾的生活 當然肯定被以來的兩個不肖子欺負 指他做事 甚至是欺負他 而且在薩姆爾記載到 第二章十九節 媽媽探望他是什麼呢 是一年一次 才探望他 然後做件衣服 我兒子大了 很大了 結婚了 我一年都過來幾次了 因為有時為了要見一下他 電話很難找到 不如直接飛過來 見面 煮一頓飯給你吃 但是薩姆爾一年 只見到媽媽一次 然後跟著呢 在薩姆爾上第二章二十一節 跟著他媽媽再生了三個兒子 生了三個兒子 心理學 你要說 就是把他的專注力分薄了 會不會再這樣 去 掛念在聖殿那裡生活的薩姆爾呢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一個在聖殿裡生活成長的 而是又不會經常見到父母的 你想想這個小朋友成長是怎樣 是怎樣 我是誰 我是為了要 洗脫我媽媽的恥辱 的一個 就是 人 但我是誰 我自己是怎樣 我好像為了媽媽而出生 那我是不是為她 為她 而來生活 我自己是怎樣 我們心理學裡 經常輔導的時候 經常都說要自我 要肯定 但在薩姆爾這個情況下 她是沒有了自我 那神怎樣呢 神出手了 就在薩姆爾記 那裡 神對薩姆爾有肯定 薩姆爾記上第三章 記不記得 神夫叫薩姆爾幾次 幾次啊 幾次啊 以前我都算錯的 總共是四次 第一次 薩姆爾 那薩姆爾以為 咦? 聖殿裡面 誰叫我 除了以利沒有人 是不是 那就去問我 是否你叫我啊 以利說不是 不是 半夜三更 睡得好好的 被你吵醒我 有一點點生氣的 以利也更好 沒有對她發脾氣 OK 不是我叫你 然後第二次又是這樣 薩姆爾 咦? 是不是以利叫我呢 又走去啊 以利說不是 不是我叫你 然後第三次聽到 薩姆爾 又走去啊 以利不發脾氣 都很好 而這個時候 以利就想起 這樣三次叫她的 不是我 聖殿沒有別的 沒有別的人 難道神叫她? 那就教薩姆爾 如果再是這樣 你就要回應說 伯仁傾聽你 你有什麼吩咐啊 這樣吧 那就教她 然後再叫薩姆爾 薩姆爾 薩姆爾就跟以利 這樣回覆 對呀 我在這裡 有什麼吩咐啊 在這個時候 我就在這裡 看這些聖經 我就說 咦? 神又不是老人家 為什麼這麼沉氣 要叫三次 四次 這樣呢 但我發覺 原來 叫三次 起碼 是一種肯定的意思 我看一個劇集 就說 我說三次不要 就真的不要了 即是三次 但我自己的經歷裡面 都是三次 是很有趣的次數來的 就是以前在教會 侍奉的時候 我要讀到一位傳道人 做他的聖經理 他也是在澳洲辰 我畢業的 回香港侍奉 但因為他年輕 他做事的方法 我只可以說 是別數一格 所以 童工不太能接受到 曾經有幾個傳道人 做過他的聖經理 都覺得不行 那次 執委會就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聖經理他 督導他 我說 我說 我不是很喜歡 我喜歡回家照顧兒子 我已經是兼職 在做敬拜 又兼兒童工作 還要我 主持一個人 那我就是全聖經理 我喜歡回家照顧兒子 執委會就跟我說 如果你不主持他 就要解僱了 不好吧 解僱全道人 除非很大件事 犯了道德問題 我覺得 又不對 那我心裡說 好吧 好吧 但是我不想回家照顧兒子 結果我把我半職 增加到八個聖經理 多了一點 就是加了兩個聖經理 不是要主持他 因為我的信念就是 當神安排他在這個崗位 那裡 一定有神的意思 所以他曾經 最初一見我的時候 他說他是不是永遠 我說我不知道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見你 和你聊天 所以我就說 就算你在這裡 在教會 覺得你是永遠 但是你個人有成長 我都樂意接受 因為神對你來說 是一個栽培 我都願意做神的一個棋子 來栽培你 我首先就跟他說 我很對不起 因為來到今時今日 可能你剛剛畢業的時候 沒有人 給了很多心機 來做你的主持人 那我樂意 每一個星期 有兩個聖經理 和你聊天 因為我增加了兩個聖經理 就是為了主持他 那我就每個星期 見他兩個聖經理 結果我就幫他一起去 他開會 我要去開 那我真的看到的情況 就是 他講出來的意見 他很有創意的一個人 他講出來的意見 那些同工不接受 因為他處事方法的問題 同工已經覺得他不行 但是跟著我將他的idea 他的意見 由我的口再講一次 那我就ok 然後我就再回頭 這個idea是他的 我慢慢地可以肯定一下他 那我記得有一次 我就為他爭取了一個聖會 去給他全權負責 那他那一晚就 他真的很努力 他很肯做 我不看到在隊工裏面 有一個比他更肯做的人 他很努力去做 做做做做做做做 預備好了 整個過程 整個聖會非常好 那完了之後 我就跟他說 來來過來 我告訴你 你今晚 你今晚 負責這個聖會 非常好 是有的 那我再進他 第三次 進他過來 在我未說你可以走開之前 你不要走開 還有就是給我五分鐘 五分鐘 你不要走開 他說 當然了 現在現在是他的聖會 我叫你站定定 佛企你都要的 是吧 那我就跟他說 我說 你今晚負責的聖會 是做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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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好 他說 是呀 是呀 就是又是拿不到 是呀 就是你在質疑自己 以及你在質疑我所說的 那他說 你重複一次我剛才說的 他說 你說我今晚負責的聖會 做得非常好 我說咦 不對 有多少個非常啊 三個 我今晚負責的聖會 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好 我們再說一次 大聲一點 我今晚做的這個 我今晚做這個聖會 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好 再大聲一點 再說一次 我今晚做這個聖會 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好 是不是呀 是嗎 是嗎 啊 我真的想 就是 想跳起 那樣的了 那 幸好這次他說 是甚麼之後呢 就問 我哪裏做得好啊 那我真的 我不止五分鐘 我花了十分鐘 逐個項目 從開始到結尾 那這裏 你這樣說 這個好得體 怎樣好 你開始的時候 你的服飾 是好得體 之前我跟你說 服飾要留意 你已經做到了 跟著讀經 選經文是非常好 跟著 逐個項目 跟他說 然後我跟他說 好了你再重複 你覺得你今晚做得怎樣 我今晚做得非常好 原來要這樣重複又重複 才叫做肯定到 所以在撒母意這裏 亦都是神重複又重複地 他不是沈氣的 我想 不知道的人 會覺得我很沈氣 是嗎 說完第一次 又再拔他來 又說第二次 又再拔他來 又再拔他第三次 還要十幾分鐘 跟他說同一件事 老人家 但我告訴你 當時 我四五十歲左右 還未是現在六十幾歲 有些人會覺得沈氣 但神不是沈氣 他重複又重複 是有他的意思 他要肯定撒母意 撒母意 你是你自己 你是你自己 這個感覺 我很驚討 平時我們 回禮拜堂的時候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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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將來學這個 有一次 有一天 我就回禮拜堂 突然間有一次 聽到這次很可愛 不是就是早晨 許日蘭早晨 很少有人叫我名字 又叫早晨 很多時候看到就是早晨 好像例行公事 這個不是 這個很特定地說 對我許日蘭這個人 說早晨 所以叫一個名字 是有他的肯定在 何況神對撒母意叫三次 然後在當中 叫完三次之後 撒母意說 即是 仆人在這裡了 你吩咐吧 這樣 然後神就對撒母意說 在十一節那裡說 我在以色列裡面 必行一件事 叫聽見的人 都必以明 即是說 我肯定了你之後 你一定是做大事 凡是聽見的人 都嗡嗡聲的耳 即是因為很厲害 很厲害的 那件事 那麼你看到 撒母意後期的時候 他的工作 甚至是 第一個王 都是撒母意去找 以及去高立的 大衛也是這樣 他做的事情 是不是多厲害 看來 一個起初在聖殿裡面 覺得自己是Nobody的人 但是神不要人 覺得自己是Nobody 神是要肯定每一個人 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 神都肯定的 神一定肯定你 不是他創造我們來做什麼 所以自小我跟這些兒子說 我說 你不要罵人 他是最流行的 白痴 你不要說 你一說 神創造白痴 不行 每一個人都是神所創造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低能 都不行 不可以這樣 因為神創造 神不會創造低能 所以香港很好 現在不叫低能 叫弱智 甚至現在進展到 弱智也不行 叫智障 我覺得這個名字是非常舒服 他有障礙而已 但他仍然有他自己的價值 智障的人很厲害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的小朋友是智障 他很好心機去照顧他 然後他現在游泳是拿冠軍 原來不知道去德國還是哪裏比賽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你的價值 不要說我沒有我的價值 不是 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來到神的面前 如果當我們不肯定自己 我們覺得自己是Nobody 的時候 我們背著這個家庭 給我們的重擔的時候 來到神面前 就是什麼 犯怒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神那裏 神就叫我們可以得安息 可以放輕這個包袱 在新約的另一個人 就是保羅 這個保羅很出名 但他起初是怎樣的 起初是蘇羅 起初在士提反受迫害的時候 人們把所有衣服 丟在他的腳跟前 你幫我看衣服 我以為這只是被動的少年 在旁觀的時候 有些人把衣服丟在他的腳前 但是《司徒行傳》那裏 第八章那裏 開始第一到第三節 是說到 保羅 即是蘇羅 他是喜歡迫白教會的 他喜歡迫白教會 我不知道為何他喜歡 何在呢 然後還主動 第九章 然後主動 是要去 申請 不知道是Warrant 去抓那些基督徒 要抓他們去坐牢 所以當時的情況 就是提到 蘇羅這個名字 都害怕了 都害怕 但是 當他拿了Warrant 去抓那些基督徒的時候 他就遇到神了 神就問他 蘇羅蘇羅 為何你要迫白我呢 但當我看聖經的時候 我覺得神向蘇羅說這句話 不是質詢他 有沒有搞錯啊 你為何要迫白我啊 而是叫他仔細去想 蘇羅蘇羅 為何你要迫白我 他重點是在於 為何 重點不是在於 他做的事的迫白 為何你要迫白 你為甚麼 要迫白我 很有趣啊 蘇羅的名字是 要求和祈求的意思 他想要去做到某些事 那種的吹動 我不知道是不是 看到別人迫學基督徒 很威風 可以 捉人 那些很厲害 我記得 在香港佔中 就鬧了很大件事 我就不會站邊的 我牧師也問 你站邊邊 我不會站邊的 我看看 我只是覺得 最初開始的人 沒有手尾 搞到那些年輕人 就沒有人去 督導他們 所以變成他們後期 就非常放肆 那麽 那麽連我大兒子 他都說 我不會站在他們那邊 但有一個時刻 令到我覺得 嘩 這班年輕人 是有問題 就是有一次 整個電視都放了 你知道我們 香港就是 地鐵是最主要交通網絡 那 他直接在那裏 就說 對著地鐵的職員 我不讓你開那邊那邊的 我只讓你開那道門 咦 他是什麽人 他是高層嗎 怎麽可以 你和地鐵公司 一個公營機構的負責人 他講 我不讓你開那裡 閘 我只限你去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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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哪個香港市民 只可以由那一道集出 第二道集不可以出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我就覺得 真是放肆 我自己會看寶羅 以前的掃羅 是否就是這樣 當他有這樣的模型 那種power給他的時候 他就 哇 自我膨脹得非常非常非常之大 所以他很興奮 哇 我主動要做什麽 我做什麽 然後拿Warrant去捉基屋徒 但是來到這裏 神就問他 你為什麽 你為什麽 你為了什麽 意義在哪裏 可能我們香港的 青少年都要問一下 做的每一件事 意義在哪裏 不是湧著去就是這樣 那 所以 蘇羅就要想 為什麽 那很奇妙 神就讓他 盲了三天 看不到東西 盲 其實呢 他什麽都看不到 他自己又吃不到 那這三天裡 他可以做什麽 就是想 就是思想 就是自我反省 好奇妙 又是三字 三日 然後呢 神就猜派阿難尼亞去 那裏 令到他 看回見 看回見之後呢 這個蘇羅就不同了 就成為了不再是迫害基督徒的人 而是呢 是去到埋堆了 埋基督徒堆了 有分分鐘可能是 人家迫害他 但他的身份呢 是背負著他曾經是迫害基督徒的人 所以在當時呢 有基督徒都在這裏說著 他曾經迫害基督徒 信不信得過 但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那些的 猶太人呢 就是 喂 那個以前迫害基督徒的人 埋了基督徒堆 對我們很不利 是吧 一個反基督的人 信了主 有多大的見證啊 那這班人呢 又想迫害他 所以他自己是很辛苦 就是埋堆那班人 又不信他 有那班人呢 要殺他 那當然呢 在這個仕途當中呢 有仕途都是信他的 那見到有人要殺他 不如你退去大數那裏 那裏 那裏 休息完一輪之後呢 後來呢 就有事要 就是 司徒他們有了一個 異象之後呢 就要猜派 異象很清楚 講明 就是要猜派素羅 出去的 這個是神子派的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蘇羅 就改名為保羅 自此以後 在使徒行轉 第十三章開始 保羅的名字就出現了 蘇羅就改名為保羅 保羅的名字 意思是什麼呢 是細小 是謙卑的意思 Humble 就是神叫他 你不要再像以前那樣 要發大 要很多東西 要很厲害 這樣 你踏實一點 你成為細小的一個人 都不介意的 是要謙謙悠悠的來生活 反而一個謙悠的人呢 他做的事呢 就是大事 奇妙嗎 神真的是很奇妙 所以 凡是以前做過些什麼 覺得自己對不起人 對不起神也好 不要背負著這個罪咎來生活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的包袱 所以把這個包袱 帶到神面前 因為神說 煩惱苦膽重膽的人 來到我這裡 我可以叫你們得安息 我們把一切的重膽 射給神 如果你做到的時候 我們做輔導的人 不用做事 我們做輔導是什麼呢 就是把每一個人的包袱 把它減輕 但原來我們有一個好的途徑 就是把我們的包袱 是在神的面前射低 然後 神給我們的包袱 是很輕盛的 因為那個包袱是他的 我們背的 基督徒的包袱 每一個人都有包袱 但這個包袱一定是 他一起背的 由他而來的 背負是他的包袱 我告訴你 真人真事 有一位姊妹 她的名字 就是她爸爸的 另外一個女人的名字 她不知道 一直都不知道 媽媽也不跟她說 但是她在旁邊 就是那些兄弟姐妹裡面 聽到的 那麼她就開始想 我是不是我媽生的呢 為什麼我媽不跟我說這件事呢 通常我們來看 就是當事人 就是 有關的人 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當然是不告訴有關的人 是吧 自浸自浸 她一來到就靜了 當她爸爸過世的時候 這個姊妹就整個人崩潰了 我沒有人可以問 媽媽不告訴我 爸爸現在過世了 我沒有人可以問我 我身世是怎樣 她當時在教會師父 整個人崩潰了 試過坐在沙灘上 哭到不得了 啊 我是誰 我身世是怎樣 我要不要追查 她想到 如果我的名字 是這樣的 我不是我現在的媽媽生的 我背負著上一代的恩怨情愁很慘 如果我真的是我現在的媽媽生的 我媽媽這樣對我 那我是很冤枉的 即是怎樣都不對的了 結果她就去找她的老師 她說 老師我很不行 好了 怎樣不行 我告訴她 老師說 我都沒有辦法 我不如為你祈禱吧 第一次她說 我的心定不了 我做不到祈禱 過了一個星期 哇 真是 吃又吃不下 睡又睡不到 然後再去找這個老師 老師 老師你幫幫我 老師說 你這個情況我真的幫不到 我只可以幫你祈禱 你願不願意 是唯一的方法 這位姐妹就說 好啊老師你幫我祈禱 這個老師幫她祈禱的時候 這個姐妹的腦裡 有些圖像出現 她第一幅圖像是靜子的 就是有一個人物 她知道是耶穌 因為她自小讀主日學的時候 耶穌的形象 有一個人物抱著她 一隻手抱著她 一隻手就捧著一盆花 這盆花是她那位姐妹的名字 就捧著她 並排 然後這個老師再祈禱 長一點點的時候 這個靜子的畫面 就變成了動畫 就是這個姐妹本來是抱在 在耶穌的手裡 慢慢就 不知為何 就會升到她的肩膀 在耶穌的肩膀 而是耶穌綁著這盆花 慢慢就放下 然後離開了那個畫面 那麽突然間 這個姐妹就 嘩一聲哭 哭得很厲害 那老師就說 咦?你為何會哭? 老師就 問她的時候 這個姐妹就跟她說 我看到這件事 那老師就 通常我們輔導 就不會說 那意思是什麽 什麽意思 當然是叫她自己解釋 她看到的 因為始終是她的感受 那你覺得是什麽? 那這個姐妹就說 我還要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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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誰的子女 我都不再重要了 因為我竟然可以和耶穌 騎駁馬 騎駁馬在她的觀念裏面 就是爸爸和子女可以做的事 有神做我的爸爸 給我騎駁馬 我還要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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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一個名 我為什麽會不喜歡 又是這麽漂亮的名 所以弟兄姊妹 明智的確對我們是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 神對我們的情 對我們的愛 是大過這個影響 反而有不好的影響 來到神面前 一定可以把你的包袱平了 可以得到安息 所以無論是你覺得挫敗 你覺得一世都是輸 快點來神面前 無論是你覺得你是Nobody 沒有人看重 你的價值不知道在哪裏 來到神面前 無論你曾經做過什麽不好的事 你自己背著罪疚的包袱 不要緊 來到神面前 犯怒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叫你們得安息 然後跟著我們才可以去背一個比較輕散的包袱 就是一個基督徒名字 背後我們可以和神一起去同工這個包袱 我們一起去祷告 我們一起去祷告 當我們有挫敗 當我們有不足 甚至我們有內疚 原來我們都可以來到你面前 將這一切尿射給你 求你加添我們的力量 求你擁抱我們 你的放肥 你的放肥 你要欺負我們每一個人 讓我們活得輕散 讓我們活得暢快 開心 主願以我們的包袱 我們的重擔 能夠在你面前完全的射下 求你你要帶領我們 祝福我們 多謝你聽我們的討告 去奉基督聖命祈求 Amen